为了杜绝这种寄生虫 州政府大规模清除 受感染养蜂牆的蜜蜂 希望跟随 但就令到多个养蜂牆血本无贵 爱民斯在当地经营养蜂牆 他说当局为了防止寄生虫蔓延 令他的养殖场估计 有超过13万3千只蜜蜂被逼安乐死 爱民斯说当局指出一旦有蜜蜂受到感染 其十公里范围内的蜜蜂 即使原本没有受到感染 都需要被杀 而那个地区在未来三年 也都不可以养殖蜂巢 另一个养蜂牆负责人就说 政府去年的蜜蜂行动 已经令它损失折合大约126万港元 将会向当局索償 养蜂业界支出 至今已经造成 折合大约7亿1千万港元的损失 计划向政府提出集体诉讼索償 所谓蜂失是蜜蜂最大的杀手 寄生在蜜蜂身上之后 枯发出致命病毒 并且散布在蜂巢 导致蜂大规模死亡 有科学家认为 蜂失一旦入侵蜂菌 难以完全跟随 部分养蜂牆就相信 澳洲应该访效新西兰等国家 研究如何与蜂蜂共存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就指出 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检查措施 报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不道 一节最新的消息 天文台在夜幕黑8点20分 改发一号戒备信号 火焦 芥兰 大规模 erf